當我們見到課程文件裏面指出 國民教育科的目標是要培養學生的自豪感 情感觸共 愛國知情和感恩知情 我們覺得一個科目如果是以情感去做平核的話 是有失那個以知識為基礎的原則 一個科目是不應該以情感為平核的準則 是應該以了解知識 學習真相 去了解一些知識為一個基礎 所以學民思潮反對國民教育科 並不單是因為那本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手冊 而是因為整個國民教育科曾經產生很大問題 學民思潮和所有的民間團體都會堅守立場 我們只是要求政府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科 不要押後 不要延遲 不要小心